欢迎大家收看今日6度中国版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以色列驻华使馆一职员在北京街头遇刺 美国驻华大使发声 中国会封锁台湾而不是入侵吗? 两种关键的美国武器表明不会 伦敦金属交易所试图从涅威机中走出来 美国允许三星和SK海力士向中国出口特定产品 Elfbar找到了绕过美国电子烟进口禁令的简单方法 改名字 黄金因避险资金流入而上涨 本周将成为自三月以来表现最佳的一周 请大家收看 以色列驻华使馆一职员在北京街头遇刺 美国驻华大使发声 VOA松人 以色列外交部发布声明说 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 星期五10月13日在北京街头遭到袭击 此人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 情况稳定 美国驻北京大使尼克伯恩斯 Nick Burns 随即与以色列驻华大使潘启瑞 Erit Ben Eber通了电话 表达对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和中国犹太人社区的权力支援 我们对一位以色列外交官今天在北京遇袭感到震惊 我与以色列驻华大使潘启瑞通了电话 向他表达我们对以色列大使馆和中国犹太人社区的权力支援 伯恩斯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 根据以色列外交部的声明 袭击并未发生在以色列大使馆区域内 而是发生在通常警方戒备森严的北京使馆区 距离以色列大使馆不远处就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 以色列外交部的声明指出 针对这一袭击事件的调查已经展开 路透社报道说 社媒X平台上有一段未经核实的视频显示 一位满身是血的男子躺在人行道边一辆汽车旁 他向旁观的民众表示 他是以色列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视频还显示 一位员警在场表明自己的身份 说他是朝阳区新园里派出所的民警 那里距离北京的使馆区很近 附近还有一家住京外国人 特别喜欢采购新鲜食品的菜市场 南华早报在报道中指出 中国社媒上出现的另一段视频显示 一名男子遭到另一名持刀男子的袭击 肩膀和胸部被捅了好几刀 遇袭男子随即倒地 而袭击者则逃离现场 视频显示 地上有斑斑血迹 南华早报转发的另一段视频显示 目击者向赶到现场的警方人员表示 遇袭者看起来不像是中国人 他当时告诉袁警他是以色列大使馆的人 然后是被警车送往医院的 一位目击者表示 袭击发生在下午大约2点20分左右 他听到有人惊叫 然后就看到一个满身是血的人 倚靠着汽车倒下 南华早报报道说 事发几分钟后 袁警就赶到现场 救护车随即也抵达现场 一位会说英语的路人 协助遇袭者与警方沟通 警方检查和搜寻了犯罪现场 不断拍照 同时还向周边的商家调取摄像头拍摄的画面 警方在现场勘察了大约一个小时后离开 南华早报报道说 星期五晚上 至少还有三辆警车停留在犯罪现场 该报引述另一位目击者的话说 事件发生在一家菜市场的门外 遇袭者的尖叫声吸引了很多买菜人的注意 而有些人则打电话报警 这位目击者说 他看到一位身穿白上衣的瘦高个持刀男子 逃离现场 朝西边跑去 以色列驻北京大使馆 一位以色列雇员今天遇袭 不是在使馆区域内 这位雇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而他的情况稳定 南华早报引述以色列驻华大使馆的一份声明说 袭击事件的背景正在调查中 声明又说 自从哈马斯武装分子 上个周末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 造成一千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以来 中国政府从未谴责哈马斯的恐怖主义袭击行动 而只是不问是非曲直 不问青红皂白的 对以哈双方各打五十大板 间接导致中国互联网上反以色列和反犹太人的噪音上扬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宅卷星期四 与以色列外交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副总司长哈帕兹通电话 完全没有谴责哈马斯的恐怖主义行径 中方对以巴紧张局势加剧和暴力升级深表关切 对冲突造成平民伤亡感到痛心 对受害者家属表示慰问 宅卷说 中方谴责伤害无辜平民的行为 呼吁尽快停火止报 以色列外交部星期五发表声明 强调以色列就中国拒绝谴责哈马斯上周末发动的袭击 向宅卷表达深切失望 以色列对中国关于最近在南部发生的事件的声明深感失望 因为中国没有明确谴责恐怖组织哈马斯对无辜平民实施的可怕屠杀 并将数十人绑架到加沙 以色列外交部的声明说 中国会封锁台湾 而不是入侵吗 两种关键的美国武器表明不会 英国每日电讯 根据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 如果中国试图封锁台湾 台湾军队和美国海军将需要打破封锁 否则台湾将面临失去民主地位 转而成为大陆的专制政权 幸运的是 台湾有能力通过潜艇和导弹的组合来打破封锁 因为台湾海军目前正在建造八艘飞核潜艇 并配备最新的美国作战系统 台湾的潜艇将与美国海军的53艘潜艇 以及美国空军的远程轰炸机和隐形巡航导弹一起行动 伦敦金属交易所试图从涅危机中走出来 路透社 伦敦金属交易所LME仍在从去年的涅危机中恢复过来 去年LME取消了涅交易 导致交易所面临诉讼 LME正在致力于加强其交易和结算系统 并提升其环境 社会核治理ESG认证 以重新赢得投资者的信任 虽然LME正在努力恢复 但它面临着竞争对手 趁绿色转型金属繁荣之际取而代之的风险 尽管今年交易量有所恢复 但涅的表现仍落后于其他金属 LME的股和理合约交易不佳 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的股 理和铝合约则有强劲增长 LME正在失去其以往对全球价格发现的掌控力 这反映了金属链的区域化趋势 以及去年涅合约的崩盘 LME仍在恢复中 根据法律诉讼和监管调查的结果 可能还会遭受更多打击 美国允许三星和SK海力士 向中国出口特定产品 日经亚洲 美国已经批准SK海力士和三星 向其中国工厂供应特定的美国芯片制造工具 商务部的通知允许这些公司 继续无需许可证的供应物品 使它们能够在中国维持芯片制造业务 而不受干扰 三星电子在西安的工厂生产约40%的NAND闪存芯片 而SK海力士在无锡制造约40%的DRAM芯片 和大连制造约20%的NAND闪存芯片 Elfbar找到了绕过美国电子烟进口禁令的简单方法 改名字 美联社 中国一次性电子烟品牌Elfbar成功改名为EB Create后 成功留在美国市场上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认为这些产品是非法的 该机构只是海关官员 在5月份扣押了Elfbar和EB Design的货物 FDA一直在努力阻止未经授权的电子烟进入美国 特别是通过洛杉矶和休斯顿等大型航运中心 公共卫生法律中心的律师德斯蒙德 詹森批评电子烟制造商没有诚信经营 并呼吁在所有FDA监管的烟草产品上 使用唯一的识别码 FDA的烟草主管布莱恩 今表示 该机构正在监测企业通过改名来避免被发现的尝试 自2020年以来 市场上独特的电子烟数量已经增加了三倍 超过9000种 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制造的一次性电子烟 Elf Bar在过去一年里 在美国的销售额超过2.71亿美元 黄金因避险资金流入而上涨 本周将成为自3月以来表现最佳的一周 路透社 周五 黄金价格上涨超过2% 创下7个月来最佳表现 原因是中东地区冲突 加剧了对金属的避险需求 并预期美国利率已经达到峰值 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冲突 给收益率带来了下行压力 推高了黄金价格 在地人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时期 黄金通常被视为安全投资 美国国债收益率和美元下跌 交易员目前认为 美联储今年不会再加息的可能性 约为67% 2023年前9个月 中国的芯片进口下降了15% 南华早报 2023年前9个月 中国的半导体进口同比下降了14.6% 因为该国正准备应对美国的新技术出口管制 1月至9月 进口的集成电路数量 从去年同期的4167亿下降到了3559亿 过去三个季度 进口的集成电路总价值同比下降了19.8% 降至2529亿美元 进口下降反映了中国科技公司 在美国及其盟友实施出口限制的背景下 继续推进发展项目所面临的挑战 埃塞俄比亚寻求中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 其他债权人的债务减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表示 路透社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非洲副总监 Annalisa Fedelino的说法 埃塞俄比亚在从中国获得债务减免后 正在寻求其他债权人的债务减免 埃塞俄比亚已向20国集团 G20的共同框架提出债务重组请求 并一直在寻求IMF的贷款 该国的进展受到了自2020年11月开始的 为期两年的内战的阻碍 今年8月 埃塞俄比亚当局宣布 中国同意将债务支付暂停至2024年7月 Fidilino表示 IMF即将与埃塞俄比亚达成贷款计划协议 一旦达成协议 共同框架下的债务重组将迅速进行 埃塞俄比亚的外债在3月底达到282亿美元 并且有一笔10亿美元的国际债券 将于2024年12月到期 舒默表示 他正带领一组跨党派的参议员前往以色列 以展示美国对其的坚定支持 多伦多星报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 舒默正在带领一组跨党派参议员访问以色列 讨论美国可以为其与哈马斯的战争提供的资源 此次访问 正值国会考虑向以色列发送多少资金和装备 舒默的办公室表示 他将会见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 总统以萨 赫尔佐格和高级反对派人物本尼 甘茨 此次访问是继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劳埃德 奥斯汀最近访问以色列之后进行的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简报中共介绍了以下几则新闻 以色列驻华使馆一职员在北京街头遇刺 美国驻华大使表达支持 中国会封锁台湾 而不是入侵吗 伦敦金属交易所试图从涅威机中走出来 美国允许三星和SK海利市向中国出口特定产品 Elfbar找到了绕过美国电子烟进口禁令的简单方法 黄金因避险资金流入而上涨 2023年前9个月 中国的芯片进口下降 埃塞俄比亚寻求中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 其他债权人的债务减免 舒默表示 他正带领一组跨党派的参议员前往以色列 以展示美国对其的坚定支持 首先 让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驻华使馆一职员 在北京遇袭的消息 这起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美国驻华大使也表达了对以色列的权利支持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袭击的动机和背后的组织 但我们希望受害者能够尽快康复 同时也希望警方能够尽快破案 接下来 我们谈谈中国是否会封锁台湾 根据报道 如果中国试图封锁台湾 台湾和美国将需要通过海军力量来打破封锁 台湾目前正在建造非核潜艇 并且与美国合作 这将提高台湾打破封锁的能力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我们希望各方能够保持冷静 并寻求和平解决 在金融领域 伦敦金属交易所仍在努力 从去年的涅微机中恢复过来 虽然面临着竞争对手的压力 但LME正在加强交易和结算系统 提升ESG认证 以重新赢得投资者的信任 这对于金属市场的发展非常重要 我们期待LME能够恢复起来 此外 美国已经批准三星和SK海力士 向中国出口特定产品 这对于保持芯片制造业务的连续性非常重要 此举也体现了美中之间的经济合作 对于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稳定至关重要 接下来 我们谈谈中国的电子烟出口 Elf Bar成功改名为EB Create后 成功留在美国市场上 这反映了企业在面对困难时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 然而 我们也要注意到 FDA对于未经授权的电子烟产品持有怀疑态度 并呼吁企业遵守相关法规 在市场方面 黄金因避险需求上升而上涨 并有望成为自三月以来表现最佳的一周 这反映了投资者对于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时期的避险需求 最后 让我们谈谈埃塞俄比亚的债务问题 埃塞俄比亚正在寻求债务减免 其中包括中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债权人 这显示了埃塞俄比亚正积极应对其债务问题 并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 以上就是今天的简报内容 我们已经对这些新闻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现在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一起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